误触陷阱受伤的 仅凭母熊伤势痊愈之后 在8月7号也放回零 但接连几天发现 母熊的警圈上的卫星讯号 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地点 台东领馆处担心母熊遇害 派员上山搜寻 证实指示警圈脱落 推测母熊已经安全离开这个地区 无法如预期的进行追踪监测 台东领馆处人员大声呼喊 不过发现的只是野放前 装置在警评母熊身上的警圈 时间回退到今年8月7号 误触陷阱而受伤的警评母熊 经过为期三个多月的治疗后 台东领馆处将伤势痊愈的母熊野放回零 当时特别在母熊颈部佩戴定位项圈 希望记录母熊踪跡作为保育策略的参考 不料后来受到米克拉台风影响 无法顺利接收讯息 一直到气候稳定后 台东领馆处发现 卫星回船的定位点 与前几次接收的讯息相同 且活动轨迹呈现静止状态 十分担心母熊安危 随即组队循着定位点搜寻 我们去到现场我们发现的确是脱落了 因为附近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 那也没有一些挣扎的迹象 也没有发现熊有一些受伤啊 或什么都没有 疑似被母熊捉下的项圈 只留下一撮熊毛 要再记录到熊之踪跡影像 恐怕有难度 台东领馆处也表示 将持续与黑熊出没的热点社区及部落 协力进行漆地巡护及保育宣传的工作 避免误捕或误伤的情势在发生 维护台湾黑熊和起洗环境 谢谢上家会台东市报道